1月20日,賽事回顧有 勝利在手說,如果不是十二檔,我洗豬 5場好運寶寶說,如果有得放好些,應該可以贏馬 古舊轉旗,前快後快,在昨天極度慢的場地之下,算是出色的頭馬 大家好,歡迎收看昨天賽馬回顧,我是主持世榮 昨晚菊草賽事跑完,沒有出現太冷門的賽果 頂多都是一兩匹大家忽略了的冷腳,走入三甲 大家可以看到頭場或尾場都相當不利放頭或跟前跑法 大部分的頭馬和三甲馬都是後面追上來的 無論步速快慢,所以有些馬,如果在相對快的步速追近 大家都可以跟進 在這個節目中,我會介紹幾匹馬有水準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用堅仔賽馬APP去記下這些馬做筆記 希望可以下次再出的時候,提醒大家 就算不是做主力投注對象,因為都要看對手 然後拿這匹馬做配腳也好 如果還未訂閱這個頻道,也歡迎在右邊的四星珠 按一顆訂閱鍵 事不宜遲,帶大家用堅仔賽馬APP立即去看看 在昔日賽果及派賽的欄,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頭場那些都是後上馬多 樂盈盈頂到第二書的頸,其實都相當出色 剛才想跟大家說的是勝利在手 作為一匹碰頭馬,抽12檔組段要用力切過來 三疊轉第一個細彎,其實都相當洩 不能貼籃跑對他也是很不利的 所以這些馬大家都可以記存 至於好運寶寶,雖然檔位相對入了一些 但組段比開埋大小,帶快了步速 1分16秒4,雖然稍為慢的標準時間 但你會看到,其實同一日有三班1650 時間都是相約的 所以對他來說,已經是偏快步速 輸得一個多馬位那麼近,也可以接受 至於第六場是4班12米 股票轉期簡直是比標準時間快完成 而且是很輕鬆 不是因為賺了一檔,而是這隻馬 這次還沒有漏閘這個問題 出閘爽朗當然是厲害了 不知道贏了這個分之後 會不會加到他60分 下次莫雷拉奇不到 要看評寶員怎樣去想像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晚一點 還會有更多精彩的賽事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昨日賽馬回顧 我們等一會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